大家好,欢迎来到一元国画课 今天我们来画蝉 我们先从蝉的身体中间部位开始画起 笔分先入纸 要画出前脑后脑的效果 表现出它背部的光泽感 紧接着点上它的脖子与头部 它的这个脖子呢 是那种盔甲状的 有轻微的伸缩的状态 我们一笔一笔它点上去 点的时候呢要注意异象 那么异到了就可以了 点好了头部 我们站浓墨 点它的眼睛 我们画的是一个侧向的蝉 接着我们画上它前腿的根部 点上它的前腿 画小腿呢要有一点点提案 表现出了它的关节 脚上的小刺呢 我们也给它点一点 前腿的上半部分 我们给它再勾一半 这样它就有了光泽感 比较圆融了 接着笔尖沾水推磨 用淡一点的墨色 画出蝉的翅膀 画翅膀就要注意 它的清透感 蝉翼的那种透明感 要表现出来 用笔呢相应的也要虚枯一点 画出轻盈 通透的感觉 翅膀与身体的位置呢 我们就画好了 接着我们等它干了 我们再来画上它的后腿 与它背部的花纹 和翅膀上的纹理 画好了后腿的姿势 我们就可以画上 蝉翅膀上的纹理了 画纹理呢 我们用笔也要注意速度 注意虚实变化 翅膀上的纹理 第一次我们大致地 给它勾好 它需要画多次 接着我们用中墨 点上蝉的背部 让它的翅膀表现得更为通透一些 第一遍点上去之后 第二遍我们用更淡的墨色 接着给它点 在这里呢 我们要注意留笔 那么如果你的纸不容易留笔 就等它干了去画 如果留得住 那么趁湿接着画 效果也会更好 点好了第二遍 第三次我们用浓墨 趁湿给它点坡上去 这样既红然一体 也能看出蝉的身体结构 又能表现出 它翅膀的通透 整个背部关系 调整好之后 我们就要等它干了 干了之后 我们再来夹 继续调整 干透之后 我们用更浓的墨 来调整蝉的翅膀 复钩它的花王 复钩的时候呢 我们要注意 一到为止 蝉翼的清透感 出来之后 就可以了 轻轻地调整一下 蝉腿的前部 它的腿上呢 有轻微的小刺 我们也点上 另外一只前腿呢 也轻轻地点上 画好之后 我们占轻墨色 轻轻地给它背部 染上轻墨色 紧接着用折墨色 点上翅膀的根部 这里呢 要注意蝉翼的留白 俯钩一下它的肢体 以及头部位置 这个蝉呢 就画好了 最后我们放大来看一下 背部的这些点笔痕迹呢 依稀可见 然后笔墨的笼带效果呢 也能看得非常清楚 这样呢就好了 就有了写意的精神了 我们千万不能用笔 干着去插 去染 去涂 一点一点做出来 那样就不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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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